我覺得如果志玲要回歸家庭的話 我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她 而且是越快回歸家庭越好 因為她現在的小朋友還很小 這是最需要媽媽的時期 所以我覺得志玲妳趕快回歸家庭 二十年後她都已經七十歲了吧 我覺得就好好跟老公兩個人 就是享受她們兩個的兩人世界 孩子也大了 所以我真的是百分百支持志玲的想法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女人 妳問一下說妳自己身為家長 但近日有爆出說幼兒園的小朋友被餵食 這種安眠藥的事情 對妳對妳對妳什麼看 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驚 跟生氣 然後我覺得 因為妳真的有的時候妳不會知道 學校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家長們要教育自己的小孩 在學校裡面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妳有哪裡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同學對妳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之類的 一定要跟父母講 所以我現在我女兒就是非常愛跟我分享 學校裡面的點點滴滴 我就覺得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怕太可惡了 一切都變成太可怕太可怕 所以我們會把我的小孩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小孩